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新气象 也是时候展望新一年的新机们了 Tiger之前聊过了安卓新机 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苹果吧 据Tiger收集的各路消息发现 今年iPhone的升级要点 只用三个字就能总结 挤牙膏 主要的核心升级 iPhone 15系列 无非就是全体上导 搭载Type-C 这两个感知明显的升级要点 至于A17处理器 WiFi6E 高速USB-C接口 钛合金机身 压杆触控按键 8GB大内存和6倍强长焦镜头 都是Pro或Altra机型专属 想要?加钱吧 至于要不要加钱 就看升级力度大不大 值不值了 话不多说 和Tiger一起来盘 15Pro系列升级 爆料说 15Pro系列的内存规格 将会从目前的6G 提升到8GB 这一步 虽然对苹果来说 属实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升级 但对隔壁的安卓来说 不过是刚刚摸到凑数 起步规格罢了 至于说A17处理器 据说苹果还是会延续去年的套路 这款新处理器 也只能在全新的Pro系列上看到 但全新的3纳米工艺 所带来的性能红利 怎么这应该都比A16和A15的换皮 要大不少吧 小伙伴们如果真这么想 可就大错特错了 据爆料显示 明年的A17处理器的升级侧重点 是能效 而非性能 虽然哪词都带一个能字 但代表的含义却截然相反 说好听点是 iPhone15Pro续航更好 说实在点就是 性能和上一代拉不开差距 说到这里 Tiger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苹果原计划在A16上 搭载光追GPU的报道 如果爆料属实 那这几牙膏就不能全怪苹果了 这篇报道的大致意思是 据说苹果在测试搭载光追GPU的A16时 整枚芯片的续航和发热都彻底翻车 不得已将这枚GPU拆下回炉重造 但此时也临见iPhone发布会 枚新芯片怎么行呢 于是 苹果转头就把前年压箱底的A15GPU 拿出来魔改翻新了一番 现如今 这功耗更低的A17问世 3纳米新工艺所降低的功耗 恰好就能与泛量大的光追GPU 一正一副互相抵向 以维持目前水准的功耗 所以 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吧 既然性能方面没有太多升级 那么与新iPhone配套的iOS 时期 升级幅度不大 功能新增不多 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 接下来iOS和iPadOS 时期功能更新 可能都比预计的要少 代号为Sumbus的Marcus 14也是如此 那么 在iPhone上消失的重大升级 会不会在其他几台设备上呈现呢 大家接着看 悬念马上揭晓 iPad系列 虽然有传言到 苹果将会在新款iPad Pro上搭载Live屏幕 但知名爆料人根满声称 iPad Pro是有所升级 但到2024年才能和我们见面 毕竟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里 苹果才发布了M2的iPad Pro M1的iPad Air 全面屏的iPad mini 6 以及全新设计的iPad 10 可以说 整个iPad家族都得到了升级 照理说库克是个商人 做生意肯定是讲究放长线钓大鱼的 怎么都不大可能这么快就去被刺老用户 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被刺老用户这什么 苹果也不是没做过 所以不同爆料人之间 也都开始了爆料胡思 像前段时间 韩国那边就有人说 苹果近两年就会彻底放弃iPad mini系列 但没多久郭明基就跳出来说 明年还会有新款的iPad mini发布 折叠屏iPad暂时影响不到mini系列 到底是信谁的好呢 照泰格说啊 这会儿时候还早 这些爆料咱们不可不信 但也不可全信 但至少有一点 整个机圈还是达成共识了的 那就是 今年 苹果不会对AirPod iPad以及Apple Watch系列进行大升级 苹果当家扛把子的Mac 也都没重大升级啊 就拿刚刚发布没多久的 M2版MacBook Pro来说好了 你确定这是憋了两年的升级 除此之外 Mac系列的当家旗舰Mac Pro 据说也将继续沿用袍斯基设计 并且不支持自行升级内存 而造就这样一番 软银全无重大升级的罪魁祸首 其一 是早前芯片核心人物卷席跑路 留下了一堆烂摊 其二 也是最主要的 是苹果的超级大招终于要来了 是的 苹果倒过多年的Air眼镜 它今年真的大概应该也许可能要来了 没记错的话 好像四五年前就有关于苹果Air眼镜 以及AirVR系统的爆料 但关于苹果在Air上的布局 却迟迟不见失误 甚至 苹果连个PPT都没有发出来过 以至于这么多年下来 苹果对Air领域的应用 也只停留在iPhone的后置雷达 AirPods Pro的空间音频 地图App的虚拟导航 以及每年的发布会邀请函利 窥见一点皮毛 随着时间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消息都指明 这台重磅级产品 将会在年后的春季发布会上和我们见面 为了让Air眼镜 能准时发布 苹果也是倾尽了整个公司的人力精力 投入到了XLS Air眼镜的研发测试当中 甚至还不惜占用了大头的iPhone Mark的研发人员和资源 其意 尽在不言之中 不带夸张地说 这可以说是库克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好赌 要知道上一次苹果举全公司之力赌命的 还是乔布斯在时是发布的iPhon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雷亚眼镜 不光是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它甚至还能替代手机 在人们生活里的位置 毕竟如今的手机 是真的越来越不好玩 越来越没有新颖 所以如果要Tiger我选一个 今年我最期待的苹果产品 那必然是这款名为Reality Pro的Air眼镜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iPhone15的升级满意吗 2023年 你更期待苹果的哪款产品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